瑞典香氛,Vana Candles 5岁啦 瑞典创办人坚持台湾手工打造暖灯 搭配瑞典天然植物辣香氛 百分之百用纸环保包装 颜值品质爆表 五周年感谢季,买暖灯送瑞典蜡烛 买瑞典蜡烛,送新上市瑞典火柴盒 五酒精扩箱,买一送一 Vana Candles联手教主,特别回馈教徒 官网输入I Believe在想85折 准备好香香不货了吗? 欢迎来到百灵果读书会 今天就是要业配 哈哈哈哈 我也是,我也是被告知的 哈哈哈哈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是豪平 我是丹妮 那今天要业配什么 校友会 耶 有我们三个 当然就是业配校友会了 没有,其实因为我们书还没有选出来 我们最近有在选了一些书要看啦 然后我觉得就不要今天 摆明要跟你业配卖票 然后流量比我们读书还好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们今天读的就是友情这本书啊 哇 友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好书 你真的是游家 我们参考一下凯莉的表情 凯莉整个受不了耶 这不是什么呀 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吗? 说朋友 每个朋友都是一本又一本的好书 你们今天读什么书 就读我跟刘威笑单演就好了啊 好难过哦 哇,那个油腻刷不掉 你知道吗?洗不掉 所以我就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台北场延期了 那我相信有些听众真的有买台北场 那真的很抱歉 也谢谢,其实退票的人好像不到十位 很少 真的很少 大家真的很支持耶 很明显的很明显的 延期的消息并没有宣导的很少 其实这个几率感觉比较高 好,所以原本的台北场从几月几号演到 原本是6月2号到3号 我们延期到是8月26号27号 但一样是在台北福华会馆 然后这个地点真的是 我之前那时候哈哈恋办这个地方 也是演了两次都没有办成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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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着她 她这样讲,在去自己的秀 我这样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yourself? 哎,这不是我自己的秀 这是我们四个人的秀 因为阵容上面就是有我啊 微笑丹尼 还有贺隆跟凱莉 贺隆没来原因大家 很明显嘛 就是他比较麻烦 还要跟公司谈 对啊,懒得处理 也不想付他钱 我跟给你讲 你像 他这么被压抑著的贺隆 他在校友會講出會講出什麼樣的段子 你不覺得這很值得期待嗎 會比他放飛自我那個一百天還要 不是我先跟他說 因為他其實今天禮拜四播嘛 他這個禮拜其實有他個人秀 那他個人秀在那裡講得很成功的 我想他就會直接拿來校友會講 所以就是比較便宜的 去無魂群 進化版 對我會去聽你也會去聽嘛 我會去聽啊 我想應該就是一樣吧 亂講亂講 在校友會聽到你好就好 我覺得不錯 我們的高雄場就是維持一樣 是在6月10號到11號在高雄智善 I don't get it 差一個禮拜 又要再問一次 差一個禮拜 為什麼高雄防疫機制這麼放鬆 是不是現在台北最嚴重啊 你看我們的市場都得了 現在不是男移中嗎 應該就會跟我們無關 還沒這麼快吧 沒那麼快啦 沒那麼快需要時間的 我好奇喔 你們有開放讓台北廠的人換票換成高雄場 不是啊 你要退也可以退啊 你直接買高雄就好 因為高雄現在還有很多票 說出來了 說出來了啦 不可以講啦 為什麼不可以講 今天不是要賣票嗎 對今天要賣票 不過也要跟大家老實講 因為防疫情的關係真的是 我知道大家都很擔心 然後我們也有討論過 萬一中間有人確診 幾個人確診 我們還要繼續演 就是我們有個邏輯 對如果一個人確診的話 我們照演 就變成說是三個人的模式 那如果是兩個人確診 那就是延期或取消 我有兩個人就變慢材子 還有另外寫段子 要加一個小時的慢材子 好累 什麼東西 都沒有上台過 才會講這種話 那真的是小燕之夜才是 那兩個人聊一個小時 變小燕之夜 變半彈節目 變半彈節目 好累喔 聽起來就好累喔 所以基本上應該 我們是希望不要就是有這個狀況 但是如果真的有現在其實每一個劇場演出 我認識好多朋友是 甚至有些是前一個晚上突然間說 主要演員確診 然後直接整檔秀取消 哇好慘喔 有看到好多都這樣 哇 那所以我覺得要篩不應該前一晚上篩 應該要至少 譬如說大部分什麼三天前篩 或是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前一天晚上 你突然取消一頓很多人都跑 撲空欸 但現在很多場地 他們就是要你前一天的 一定要前一天晚上 對前一天的 我現在工作 我這禮拜篩了四次 就是每一個都是前一天晚上 就要給 而且是要 你真的有篩四次嗎 有我真的有篩四次 OK我想說就同一個 然後就一直拍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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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會要求說 要拍那個什麼 手機的那個時間 那還是可以用同一個 對啊 當然 不衝突啊 不衝突啊 被發現了吧 人家很貴欸 所以這個 台灣的這個快篩上面 應該要設計 就是如果說過12小時 第二條就會自動浮出 那我跟你們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個 我聽到一個朋友 他們公司是怎麼做的 OK 他們就是說好 你就是 拍一下你的快篩 然後上面就是你的身份證什麼的 在左邊 那右邊是你的快篩 然後上面就寫日期 先拍一張 然後接下來呢 拍完之後 再把那個中間那個 兩條線有沒有 你拿筆把它畫掉 蛤 然後再拍 身份證跟畫掉的 然後上面有寫日期 再拍一個 好嚴格喔 所以就要看到你直接銷毀那個 就一次要兩張 哇 這個是真的很嚴格 可是這應該可以在照片上 就可以直接畫 沒有沒有 它要看出來像筆 因為那個一畫 基本上就是 只會變破破的 該不會還要錄影 就是就像那個開那個包裹一樣 我目前知道還沒有要錄影 如果之後真的開始到要錄影 就代表 大家都這樣 所以我自己就很怕 因為我覺得說那個症狀 有些對我們這種 靠說話來賺錢的人是 是很可怕的 像丹妮的朋友 哈哈哈哈 來不及了啦 天啊 你一直抱還好可怕喔 好平我再也不相信你 我跟你說 你現在聲音還好嗎 我現在很好 我現在很好 我沒事喔 你為什麼要一直玩你的口罩 怎麼啦 口罩怎麼在這邊 把你講收起來 要發生什麼事喔 為什麼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最後就 就是我們三個人 都不要確診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我們三個人 至少有一個人確診 都還可以 你們兩個怎麼沒有去找 但你的朋友蛇吻喔 蛇吻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沒有 黃豪平他真的很小心 對 然後我真的就是比較 就覺得我該怎樣做 就怎麼樣做 我沒有特別注意什麼 因為這些 為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知道 我們最後誰會先確診 我就是按照我原來的生活形式 所以你在跟黃豪平 這種超級小心的人 在做對比 對照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我要工作就是要去工作 我該打BIR我就打BIR 可是其實為了這件事情 我跟凱莉有點小口角 為什麼 說說說 針對於說 因為之前就是 就是百靈果這個節目 凱莉在節目上面講說 黃豪平真的很誇張 他真的很害怕 這個確診 然後講成這樣 等一下 那個話話他有這樣講嗎 他在底面有意思 他真的就這樣 我就說不要焦慮了好評 類似這樣 我播出前還有先打電話給你喔 你說沒關係 沒有 因為你是講說 可不可以提到我這件事情 我忘記你是講什麼 我說我會跟你說 不要焦慮 拿來開個玩笑 這樣OK嗎 對 但是他那個口氣不是說 豪平不要焦慮 不要焦慮 沒有關係 真的怎麼樣 他是 豪平不要再焦慮好不好 那種感覺 就是 氣虐的口氣 然後 導致於說 你身為一個喜劇演員 開不起玩笑 我沒有覺得這樣子 我沒有覺得這樣子 但我走 我沒有覺得這樣子 但我走 我走 我走 我走在路上 我十年沒有聯絡的小學同學 傳訊息跟我講說 豪平我有聽百鈴過 跟你說一聲不要焦慮 然後 全家便利商店的店員 然後看到我又結帳的時候 就說 那個 我有聽百鈴過 聽說你很焦慮是不是 我們壞山還有剩 要不要買 好笑喔 搞得我是一個就極端玻璃星 因為我真的是 焦慮的點是在於說 我們只要確診 或是我們只要有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一個禮拜 當時是大概有 還是有兩個禮拜的 兩個禮拜不能夠接工作 對我們來講 那是噩夢 尤其是 我現在他媽背房貸 好平不要再焦慮了 當然 你剛剛就是這個表情 就是這個表情 intention intention 他剛剛用焦慮的解釋10分鐘 他沒有很焦慮 瑞瑞的軟糖 我都已經吃完整個 那十年不見的小學同學 可愛嗎 是男男女 我沒有回他 因為我在生氣 你知道他生氣到 他還在群組裡跟我說 王凱莉我剛剛講 他用本名 他用本名 不對不對 我不是用王凱莉 我用王秦帝 他就是 你注意你好壞喔 他說 我的工作就是會被影響 我就是不能確診 難道我連焦慮的權力都沒有 你有沒有轉變在這個群組裡 我知道 可是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因為我看到就覺得 好像就是你們現在越來越 因為會每天見面 所以就是 一開始不習慣那種 太常見面 然後會開始焦慮 有點厭煩的感覺 開始出來 他是過來人 對我過來人 因為我已經過了那個坎了 我們那時候 是什麼時候 我們剛開始 Rubaline 剛加讀書會進來的時候 就開始每天要見面 那時候有一個禮拜見六天 就是有一種overdose的感覺 就太多了 你也有在某個時間點 突然對他說王秦帝 請你不要這樣子 我不會講中文名字 不過意思差不多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 我們要休息 是誰 我說我要去美國 休息 然後要飛過來找我 那是 最近我們在說以前 那時候剛開始 我們整段都是這樣高分貝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生氣 是OK的 他沒有一直調音量 再下修 再下修 不要會好重 一直挖一直挖 come on 我去是為了要流量好不好 我們去那邊 搞不好可以 跟那個那邊的一些 當地的網紅合作啊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嗎 有 算有 有有有有有 只是我票還沒買而已 所以在 如果真的買到的話 就我們 I will see you in New York 那你不會覺得說 你平常在台灣 就已經一直在見到凱莉了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有個機會 可以分開一段時間 啊放個假吧 跟我老婆相處這樣 呃其實 其實是 我又沒有在跟他老婆搶他 你什麼意思啊 不是去找他是工作 哦是工作 真的是為了工作去 就逼不得已啦 就很不想見他 該怎麼說 因為 紐約那邊有太多 我跟凱莉 一開始做 我們做東西的起因 像是我們做那個什麼 不是我現在凱莉表情好豐富喔 你現在表情好豐富喔 不是他剛剛我不知道 他要講什麼 紐約有很多 我們兩個一開始的回憶 還是什麼之類的 有怕人家這樣講嗎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轉型是什麼 你在演什麼 我們真的沒什麼 你在越演 就奇怪 好可怕喔 我剛才演出演 他表情超多耶 他怎麼幹事有什麼 秘密要爆出來 他就故意在那邊演 他演技又沒有很好 他吃歌也是上課 也沒想到什麼 哈哈哈哈 but anyway 就是 呃 我們最一開始做 無料福利社 還有做那個白鄰國news 其實我們都 從紐約那邊很多的什麼 Stand up啊 然後Daily Show啊 什麼Steve Colbert的那個Late Night啊 西發了你們 對很多東西我們就整天在看 所以就是如果我們一起去紐約的話 有一些地方我想說 可以一起去 至少在那邊拍個照 留念說 我們走到這一步了 那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我們要兩個一起在台上 在裡面這樣 哇 對至少先在門口 或在裡面自己 關東西拍照打卡一下 在門口放一個碗 然後打卡 至少就一步不來啊 對啊 那說到我們一開始的初衷 那我們最近也合作 要一起做Comedy Club 對啊 有我啊 有豪平 然後有 有Can 你很會轉耶 對啊 然後還有呱吉 欸呱吉應該可以講 沒有不能講吧 沒有不能講啊 沒有他他不太算是 我 通口說演員 不是沒有他 他有出錢出力啦 有出錢出力 因為他算是代表卡米帝這一邊 OK 我們可以把這個 鼓動結構講那麼詳細 對 大家去查其實也會看到 對我只想說有誰一起參與 是你越講越多 嗯那OK啊 但是沒有丹尼啦 對 我們是敵對的 我們是敵對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 我們就換一條 我們來跟丹尼取經 哪那麼容易啊 以後就是對手了好不好 商業機密 以後去你們撐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樂意 跟我們這些好朋友分享的啊 Come on 你那麼愛分享的人 他今天講什麼 我就對著作用 一開始分享一堆 我們都剪掉了 所以現在的主導 就是你們都有投資 所以社交還算是主要 社交還是做內容啊 幫忙我們做execution 他沒有比較小 哦 了解 對對對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小心上面有一個人 會壓著你打 欸這好像是我的 對不起對不起 我換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要找一個厲害的行政 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厲害的行政 就是你把事情都推給他做 什麼意思 交給他去處理 對不起推 對交給他去做 比方說像李安 可是這個算企劃啊 不是行政 我覺得行政企劃 不一定是同一個人嘛 還是他們那邊是同一個 其實是同一個 沒有因為social social一定他的專業就是做 就是booker 就是所有的演員 然後要排什麼樣的演出 他比較是內容的部分 那時候是外面比方說行銷啊 宣傳啊這些東西 嗯 要找一個真的能夠去打的人去做 因為他很多 厲害的社群啦 這是社群 社群 社群媒體 小編真的要蠻厲害的 因為像卡米利之前的話 social也給他弄很辛苦 然後他又比較老這樣 對 他會做出長輩土味比較重的東西 對 沒錯 然後他的貼文會有半型的標題符號 其實我們最近在開會 都有跟他說 有些東西 不是像室內設計的東西 我們就是 他想要弄一些東西 我們就說我們交給專業的 因為我很常在講 你有聽到嗎 我想聽一下設計師的看法 我說你的東西很棒 可是我想聽一下設計師的看法 social應該不會聽這一集吧 給他聽還是OK 我們跟他講過 我們都直接講的 social會不會其實 他是用一種方式 就是我故意要提出一個很爛的意見 逼你們去想出好的意見 我想也沒有 人家沒有想那麼多 他在論壇裡面提了一個問題 然後去回答一個很爛的 就是為了逼出那些大神說 才不是這樣解決的 喔 就是這種心態的人 我現在幫他打個圓場 並且讓他是喜劇教復 好 我們聽聽就好 不會相信 他真的喜劇很強啦 可是做圖 我們就交給別人 你應該也沒有看過他現場喜劇 有啊 你有看過他現場的 好像我們很早以前 超冷的好不好 他的專業是教學 對他的專業是教學 引導啦 就像那什麼哈佛 有會那種教學是 帶大家做討論 然後帶你講 帶你講 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就到這邊 我還是幫他留點面子 不是 社群有來過我們的KK秀 對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他 對面子不重要 你剛剛突然 藏不住 你剛剛臉 算了 你剛剛臉突然放手了 就是OK 你剛剛臉就是我盡力了 我也是這樣覺得 真的 不過這次真的很多人參與 不過你那邊 除了要好的行政 對外的行銷之外 在日常 就是每天營運上面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你們會有英文的秀嗎 因為我們好處是因為 就是有中文的秀 有英文秀 所以中文的人有時候可以放手 但如果你們 一個禮拜全都是中文的 好像 會很辛苦 會有點辛苦 英文的秀 因為現在在台灣的外國人 真的有點少 如果要英文的秀 就是要從你們那裡搶 所以我們可能會先緩一緩 嚇死我了 你剛剛想說 萬操的創賽 是不是 我們把東西讓給別人 謝謝你的意見 謝謝你的意見 我們會慢慢布局 好可怕 我今天是不是把我們的 商業機密做到出去了 英文喔 我跟你講不會有影響 因為現在一堆的 這個中文的喜劇演員 也是到處跑 他一個晚上 就像你 禮拜三可能先去 怎麼立即興奮 然後再過來 咖明弟之類 都會這樣做 所以如果今天是有不同的場地 我覺得他們也會很樂意 其實是越來越活絡 對啊 因為國外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越多場可以跑 可以越練習他們的段子 對 紐約他們可以從中午開始跑 跑到凌晨三四點 超棒 有超多場我知道 對啊 我覺得我好期待 你去紐約你要跑嗎 你開始寫段子了嗎 你去 黃耀平不是有教你說 去加入那些 他們的Facebook group 對啊 先混個臉熟 你為什麼看起來這麼defeated 你不是要去那邊 Comedy versions啊 這幾個社團 我覺得一件事一件事慢慢來 你先把護照弄好對不對 我的護照 我昨天才送出來 護照可能過期 他要過期了 他要四到六週 他說四到六週 蛤 才會好 因為你是美國 對啊 然後他第五週就要出國 那怎麼辦 他有辦法加快嗎 加錢加快一點 他現在就是這樣 要嘛就是 他說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話 你要親自跟AIT的人約 可是你東西已經寄出去了耶 對 我不知道 再看看吧 應該可以吧 我覺得應該就是會第四 我就不相信 以百靈果的能力 你們之前不是訪問過AIT的人嗎 這個 這可以 這可以 這原本我們要私下講的 你現在就講出來 哇 豪平街很厲害 豪平街就一直窩欸 狂窩 他沒有在管其他人的 豪平 特權這樣用 好恐怖喔 不會 不會我們都跟來賓 保持友善的距離 對 都照規矩照 對 我今天太早寫了 我腦袋突然間腦洞大開 哈哈 太醜了 哈哈哈哈 可是欸其實那這樣子 其實台灣在護照辦理上面加速 其實是可以很快 當天就可以去 對啊台灣其實是自己比較快 不過他們 比較複雜啦 對啊 你真的留下來 你就幫我們主持開幕嘛 哈哈哈 我跟你說 社群一直說 七月中就可以開始軟開幕 我才不信 我才不信 我都說一定是等我回來幹 我才不信 可是我們 我們這幾天才問那個設計師說 那個啤酒機什麼時候進去嗎 他直接說拔雨 哈哈哈 對啊 而且其實光找水天工 就找得到第三組 因為前兩組都確診了 啊對對對 對啊 八月之前可能都會是 純粹是讀書會的地方 就是他這邊不會提供任何 酒精飲料 只有軟飲 而且我們現在還要挖糞館 哈哈哈 好笑 不要再講 太多討論 好多細節 我覺得很好笑 我從來沒有遇過台北市的大樓 要挖糞館 沒有糞館 連結到城市裡面 要抽水肥 為什麼會這樣 一年一次要來抽水肥 在台北市 你知道什麼叫抽水肥嗎 我知道就把那些大便捏吸出來 整年的大便 而且我跟你說 現在是剛好是塞了一年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地下室的馬桶 是衝不下去 哈哈哈 哈哈哈 這個才是 這才不能講啊 這可以講啊 這超好 你有沒有很好笑吧 這很好笑啊 因為弄好的時候 七月的時候就不會塞 沒有 因為我們去搞了半天是 後來是想辦法是 弄的是跟當地政府 當地的單位去處理 所以會把它弄個 一勞永逸的方式啦 還在台 會處理到很完善之後 還在台 我跟你說不一定 搞不好還是要用操的 我要選一下你講的東西啊 沒有問題 這可爆料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不用長 因為如果萬一到時候 糞館沒挖成 所有喜劇人員站上台就會開 就開始聊 糞館 哈哈哈哈 就開始講臭水肥的段子 沒差啦 二三剛開幕的時候 我也看過他那個 馬桶塞住的狀況 也怪說 現在還沒好 哈哈哈 你會發現南側有一間 是不能用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不修 沒有 因為他的 那個水壓 就沒有辦法到那邊 所以他一定會堵塞 然後就是會臭氣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那個臭肥 永遠都會有一些 有的沒的對不對 對啊對啊 所以其實沒有差 那你有沒有很後悔 就是做喜劇俱樂部 因為很痛苦 不會啊 為什麼會這樣說 你覺得好玩嗎 其實還不錯 因為可以自己規劃 像你們如果能夠做自己 也不是可以規劃自己的節目 有啊 我們要規劃我們之後 KK秀的首播 想要拉去那邊做實體的 就線上有Youtube首播之外 我們在實體 也跟大家一起看首播 對然後嘴來冰 對然後大家可以來聽說 我們到底剪掉哪邊之類的 對啊這樣很好啊 就可以自己安排節目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啊 所以你沒有覺得是一種壓力嗎 其實我有點擔心欸 就我當然我很熱 我很有熱誠好玩 可是我很怕我到時候 會忙到整個李阿公 你擔心的點是什麼 是怕忙不完事情 還是活動牌不滿 怕傷你的心 天啊凱莉好善良喔 我開始害怕了 我開始害怕了 對不起我現在 我現在回個訊息給博恩跟李阿公 我現在回一下 哇這三段危險了 這段危險了 害死幾二十個去砸場 快快快快 你們要把糞款堵住 對把糞款堵住 他們現在一年的糞沒有清 再多塞幾些 對啊現在已經快跑了 我們就派人去大便 不要不要聽小話 就去大便就好了 就去大便 你們去廁所 點一個火柴就爆了 沒有那麼誇張 後面都跑七萬歲 沒有那麼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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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拍駕屎部隊 我們就後面 我們這樣子 一個人發五百塊 你去大便就好去大便 不用做其他事 安全安全 你們那邊拍不出幾個人 都確診的 都確診的 好可怕喔 今天豪平今天火力全開 欸 博恩自己就有公佈啊 博恩有公佈 博恩今天也陰性 博恩今天也陰性 欸怎麼用也這個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痛痛喔 沒事啦 都是跟其他人比啦 哎呀 唯一的清流就是 六月終極 即將開始的校友會的巡演喔 哈哈哈哈 在各大糞館都秀好的地方 繼續巡演 好那我要繼續問 對不起 因為我從來沒有run過這種club 然後 你們那邊有食物嗎 因為二三我也沒去過 喔有食物 有簡單的食物對不對 哪一類的食物 那你們Menu一開始是怎麼設計的啊 Menu 喔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跟那個二三酒吧合作 所以二三他們就弄好了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有決定說 喔我們要哪些酒 然後食物比方說炸的 之前還有那個什麼 洋蔥圈還是什麼 欸那個叫什麼 墨西哥的那種 Halapeno Poppers 對對對對 很好吃很好吃 所以好像都是他們去負責去弄那些炸的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也蠻重要 因為後來 其實食物都很不錯 其實食物都很不錯 好可怕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問 可以講啦 他肌力要溜出來了 好可怕 你有沒有想要講什麼 可以講 但我覺得食物蠻重要 食物很重要 我們要拿出一些東西跟他交換 我都跟你講盾管的秘密了 我覺得就是出食物的時機不能太長 因為以前 我說的是以前喔 一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就是 那時候點的東西 就是尤其炸的東西 因為可能那時候我們人熟沒有很多 所以炸的聲音有點久 所以觀眾是真的會有點不爽 這個社交友有他的專業 他這個超堅持 都說瓦數要夠 不能用那個 不能用那個 因為太慢 你家用的都不行 這一點他真的 要商用的 然後還有 不可以在脫口秀人在講話的時候 在後面爆米花 因為神咱媽有夠吵 我也是這樣覺得 這不是只有在咖咪地才發生的事嗎 對 可是我每次覺得超不爽 我幹人家在上面講 你抱什麼 你不能先那邊就抱完嗎 其實不只是演員 我其實覺得身為觀眾 我也覺得很煩 對 會被干擾 是是是 而且有些觀眾又不笑 只有爆米花機在啪啪啪啪啪的時候 對啊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演出沒有人會在後面爆爆米花 還有在做這件事嗎 因為那段時間爆米花機壞掉了 所以我們有一台真的是有壞掉了 但在新的場地 咖咪地俱樂部 新的開幕的地方 爆米花的距離會離舞台很遠很遠 很遠 有啦差不多有一點距離吧 有啦 中間還有一些格 就是會分開啊 會格 不過理論上外面 那時候電應該都會拔掉吧 理論上 其實我們那時候討論都有討論過 我不知道 我覺得會很可怕 不會啦 你不要講得可怕起來 快速都不敢來 不是我說很可怕 是就是到時候會有很多事情 然後大家會很忙 其實我對這一點有點恐懼 我認為到時候就是有必要去 找一個專門的來幫忙一起管 當然當然 我們各自都無法管 你那時候可以兼職嗎 沒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跟李安戰鬥 你的薪水多少 不是你來我們這邊嘛 你說來那邊喔 對啊 那有什麼問題 給他當店長 這個我跟他講過了 我就說要退股才能來 這個我講過了 其實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要先那邊退股 我才會怕過來 我好像不是跟你講 你沒有跟我說 你跟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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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可怕 這集是不是有很多黑幕啊 好可怕喔 反正節目是你們自己的 你們知道該剪哪裡 沒有啊 沒有要剪啊 明天都要上了 我才沒空咧 我聲音壓一壓去丟了 好不好 都把聲音往下調 只有這個最重要的 要聲音來拉我就丟了 我們沒時間好不好 有啦 那個丹尼一開始講那個 開機前的我們會幫他剪掉啦 就那個 開機前的我們會幫他剪掉啦 還是那個沒關係 我們就看你的表現 剪剪都剪 都剪 整集都剪的 都剪 沒有聲音也沒關係 你們有涼的食物嗎 全部都炸的嗎 冷的食物好像沒有 可是我們主要是以賣酒為止 因為其實酒其實真的是 可是台灣現在大家會喜歡看 看喜劇表演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台灣的觀眾其實酒 其實因為就是你真的是 因為我們是表演附酒 但如果只是要觀眾單純買酒的話 他們其實沒有很想 就買第二杯 對他們沒有很想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有 外國表演好的地方 因為外國人會狂買酒 所以你們如果有安排一些國外 就是英文的表演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台灣的話大概一杯 我覺得台灣的觀眾幾乎很少會喝到 第二杯第三杯 消費力 可是你們除了酒之外 應該有別的飲料吧 就軟飲啊 就什麼可樂啊 什麼那些簡單的東西 對其實 台灣人真的沒有這麼愛喝酒 我說真的 是是是是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 現在台灣喜劇表演的場地 其實不太適合喝酒 就是他們擠的那個位置很擠啊 就是不管是23還是卡米蒂 可是我們那邊沒有很擠啊 我們那邊沒有很擠啊 我可以這樣子踩 哇賽 哇這樣踩上踩上去的 我看 這個做法好堅喔 我們最近才在買桌椅 我們就說好一定要有桌子 讓大家開開心心 舒服服的 等一下 先停一下 我發現這套路 今天是不是一個陷阱 今天是不是紅門宴 我今天來 你們先問我一個問題 然後我回答之後 然後他們就在電一趴 就是他說 其實我們有更好的 好賤喔 你也可以來演出啊 你可以來演出 你們有簽給誰吧 沒有沒有沒有可以來演出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們自己就會看到啦 都有都各有優缺點啦 那我覺得到時候就是 反正你今天有空去那邊 你今天有空去那邊 對對對 你們什麼時候凱姆8 所以是7月8月 他現在在 他現在要約那個 拉糞搭了 對 關閒時間 時間定了 時間定 大使大隊 大使大隊 先去賀龍那邊吃一堆滷味 然後來這邊炸 這邊炸 剛剛好順路啊 從內湖吃完拉過來 超遠 8月初嗎 8月初 應該會是在7 8月的時候 7 8月 還不知道 可能會有試營運等等的 我們要看 因為我 以我知道是現在很多公班都在那個 塞車 因為現在是鬼月 喔 鬼月開始了嗎還沒啦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鬼月 然後以及現在什麼 因為那個戰爭的關係 原物料也都上漲 原物料缺 對 其實都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也缺工啊 什麼的 我們先讓他鬆懈 好評好狡猾 所以你們現在的主要 比方說執行管理 還是以社交為主 還是他會再請 我們會請人 我們現在最近在討論這樣 我也覺得應該要再多請 一定會 因為那個場地比較大嘛 又要放桌椅啊 什麼的 好多喔 飛鏢機啊 飛鏢機啊 好多 飛鏢機我就想去了 我就想去了 Football table啊 真的啊 因為我們那邊沒有啊 飛鏢機很棒啊 然後不是那個什麼 Football table 對啊 那我有六個啊 好多啊 沒有那麼大啊 好多啊 沒有舞台了啦 你們在表演的時候 觀眾在玩 就沒有爆米花 我們沒有桌椅 我們就是足球桌 讓他放那個酒跟桌椅 去到現場全都是那個 搞什麼 那你說的桌子是這個嗎 幹爛絲 我覺得還好蠻棒的 好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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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慌慌慌慌慌 好啦 那今天 祝福你們 不歡迎就一起來玩啊 對對對 不妨你 OK好 啊對我剛剛 最後加一下台中是8月12日 沒有講8月 8月13 對 高雄是6月10號到11號 台中是8月12到13 台北福華會館 是8月26到27號 會不會大家已經忘記 我們說什麼東西 是這個時間天 校友會 校友會2022 跟去年我們在台中的時候 演出的 是不一樣的內容 真的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在問是不是 有人在問啊 會不會是一樣的 因為名稱有點 都已經一年了 一年了 對啊就是全新的東西 Stand up跟那種劇場還是不太一樣 就劇場可能隔了一年 演起什麼還是一樣 但是我們隔了一年 我們自己也忍不住 會想把那段子放上網 做一些行動 我還以為你在diss劇場 我為什麼要diss劇場 我怎麼知道 劇場的模式本來就不一樣啊 對啊我自己做劇場的人啊 我在年底將會有一個新的 叫做今晚我想 蛤 因為還沒有還沒有 那是什麼東西說一下 我年底會演一個音樂劇 你還演 米奇 你真的很愛音樂劇 你真的很愛欸 沒有就是因為演了 哈哈Land的關係 然後就有那種音樂劇的大導 圈內算是比較厲害的 然後他就找我來演其中一個角色 劇情是什麼 劇情 還不太方便 除了你還有誰好了 除了你還有誰 除了我還有誰喔 呃 還不太方便 也不太方便 也不太方便 你確定你真的有簽了嗎 對 真的嗎是想像嗎 我確認你 真的嗎 你有什麼東西是想像出來的啊 我好奇 我錯好不應該錯 好多喔 好可怕喔 你覺得好壞欸 火龍瓶今天很壞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邊好了 我們關機繼續討論了 好 拜拜 記得要來看下舞會喔 Yeah 拜拜 校友會2022捲土重來啦 這次的陣容有我黃豪平 還有我凱莉 還有我微笑丹妮 還有我賀龍 好那演出時間呢 原本的台北6月2號到6月3號 是改期喔 到8月26到27 一樣在台北福華會館 但是我們接下來的6月10號到11號 在高雄智山廳 8月12到13在台中寶城廳 沒錯 而且呢只要在KKTX 以及全家便宜商店 都可以購買我們的票喔 就這兩個點你還要看手機 不要吐槽 你知道大家什麼 放心來看我們的演出啊 你剛剛就是卡台了一下 沒有啊 沒有沒有 不要錄這個啊 可惡 而且就是明年不知道還請不請到 這四個陣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今天機會喔 看一次少一次喔 下午會202 我們劇場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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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